那我们的热播剧《芈月传》呢 在这其中啊 其实不少演员都挑战了 颠覆迎评形象的角色 其中老牌艺人方中信 更是凭借秦王迎刺一角 为自己的首部古装戏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那在最新的剧情当中 刚刚驾崩的他 谈起此番的演出 也和电视机前 千万粉丝一样 激动不一样 寡人 可好 辛苦啊 寡人 竟是好了心 离可愿 再为寡人 追一去啊 在心爱之人的悠扬排消声中 握着芈月青丝的手 无力垂下 秦王与芈月生死相别的一幕 催发观众集体雷崩 就连秦王方中信本人 都不禁自夸 完整地看 看完五十四集 那我自己看完 我写那场戏 感觉也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 历姐跟我配合得很好 方中信自爆 其实自芈月转开播以来 一直都在跟大家一样 在跟进电视剧的最新动向 身为一名资深芈月迷 他也是乐于和大家 讨论各种剧情 比如这众星捧月的 芈月到底爱谁之类的 肯定是血山肉了 肯定不是我了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 他更拿出自己的戏来说事 不知道这十几年 我认是否 有片刻得到过 月儿的真心 大王在月儿 如父如兄 月儿与大王 同心同德 到底 还是如父如兄 不 大王是你月的夫君 还是叫活泼吧 如父如兄嘛 对吧 那这肯定是王谢吧 其实此番能在芈月转里 名利双收 方中信自己也没想到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几乎是一位 灵谷装演员 演的最多的 还是各种时装剧 在我眼里 你年轻活泼 反应敏锐 又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想法 你 应该是闪闪发光的 当年风流倜傥的完美情人 费云帆还有在眼前 如今再是儒雅勤王 李律给人惊喜的方中信说 这秘诀就只有一个 最重要是看这本吧 看这本看导演 如果好的这本 我必须要拍的 而这种爱一部戏 就入戏到自己也迷 看不上剧本 那制作再大 也不考虑的性情作风 也是方中信 出道以来一贯的 姐姐的朋友是母特 然后就叫我去试一下 就走那个 然后就拍广告 因为以前真的 因为生活 本来只是酒店保安的方中信 在机缘巧合之下 做了模特 1986年随即进入影视圈 方中信曾直率地说 一开始只是为了赚钱快 但很快地 就感受到了演戏的魅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方中信只是个艺名 他的本名叫福利 之所以会有这个艺名 正是源于他1987年的电影 《着花西时》 当时他饰演了一个默默等待 穿越爱人的痴情男子 而这个角色的名字 就是方中信 如此入戏的他 很快获得瞩目 1992年加入了 无数演员梦寐以求的 无线电视 不但和王妃谈着穿越千年的恋爱 世帝林宝怡还只能当她的绿叶 1993年刚刚签约 无线电视不久的方中信 人气之盛可见一斑 不过好景不长 1996年事业政治巅峰的方中信 突然从观众视线里消失了 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 当时方中信为了作品 和无限高层闹翻 遭遇血藏 虽然也有人劝他低头 有人让他服软 但方中信就是不愿妥协 真的坐了两年家里蹲 我真是每天都是坚持去做运动 然后就回家自己弄饭吃 这是也蛮难过的那两年 你们也知道我是比较连向的那种 我不会主动去 你找我去演什么东西 找我去演什么东西 不过俗话说 金子总会发光的 1997年杜琪峰筹拍十万火急时 第一时间想到了方中信 而方中信也果然没有 就让杜岛失望 英俊严肃的张文杰 成了他的经典代表角色之一 我不相信什么倒霉不倒霉 我只相信实力 之后方中信的戏一步接着一步 2005年的《望角黑夜》 更是让方中信的视野 再上一个高峰 这里只有我和志斌在 你们所有人都是听到枪上才上来的 你们什么都没见到 明不明白 你记住 我刚刚想提门 他冲出来砍我 苗头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鬼叔啊 这么做不是为你 是为你老爸老妈 还有我们这座人 正是凭借这部戏 方中信被提名第二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更一举摘下第五届华语传媒大奖师弟 虽然当时一度激动到落泪 但真的要说获奖感言 却是那么简简单单一句话 方中信说 好男人不用说太多 也正是因为多年来 总是一直坚定地默默演着自己认定的好戏 让方中信能够不浮躁不功利 《米岳传秦王》大获成功之后 戏约也是蜂拥而至 但他却推掉了近千万的邀约 选择回朝无线电视拍剧 原因只是因为演对手戏的事实力相当的廖启致 对 就是因为 其实我 但是他也跟我说 QB也跟我说 方中信演的 我就 好 如今和老同事一同标戏的方中信也是毫不畅款 这不 元旦佳节还现身偏长 这位爱戏的性情男子说 好熟悉的感觉 还是差不多 没有不一样 都是在TV拍电视局 都是有近棚的 都是有外景的 没有什么分别 新的家线 香港独家 都不一样的